世界脈動 澳洲視角 歡迎收看 AMEC 澳洲留學網紅電台 您的第一手BISA新聞平台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Kao 您對澳洲留學學民投資有興趣嗎 歡迎您訂閱我的頻道 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讓我們有新的video 新的消息 您都是第一手取得最新的情報 OK 大家發現我現在在 traveling 在旅遊 不過在旅遊當中呢 我還是把電腦跟這個攝像頭都帶著啦 雖然這個這個的屏幕不是那麼的 像之前的在攝影棚那麼的好 不過呢 重要的是內容嘛 我們要把這個內容呢 趕緊分享給大家 這幾天其實有非常多的重磅的消息出來 所以這邊趕快跟大家update 一下 首先是有關這個留學生的部分 在週末的時候呢 其實蠻多的新聞外面已經有在講了 就是現任的這個教育部長跟內政部長已經同意了 他們現在要怎麼去抓這些crackdown 這些我們之前記不記得他們在談那個什麼 Ghost College Ghost School 對不對 好 那現在抓 現在他們要怎麼做 第一呢 他們就是要把那些 一些不孝業者 專門把留學生 透過大學 因為大學的簽證比較有申請嘛 申請過來以後 再轉學的這些仲介 他們之後呢 他們會 我不知道他們會怎麼做啦 他們基本上這邊講的就是說 現在的工黨基本上要ban這些agent 他沒有辦法透過這樣子轉學 透過這些學校來 這些學生來轉學以後來賺到錢 到底要怎麼抓 我不曉得 我估計他們應該有大數據已經有這個 知道怎麼去下手 那哪一些agent專門來做 這裡面 基本上有提到很多的這些印度的仲介 不過我也知道華人仲介有這些的 所以這些東西要小心了 那他們抓到以後會不會有一些刑責等等 我不曉得 那基本上這邊是提到說 第一呢 先把這些資金停掉 那資金停掉怎麼停 我也不曉得 這個 真的不知道法規要怎麼弄 你說某某某不能轉帳給另外一個人 或者他們要怎麼轉 他們如果私底下轉帳呢 那這個 這個要怎麼抓 所以 我也不太曉得 那這邊沒有講到特別的法規 要怎麼去做這一塊 所以 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所以這個部分 反正基本上他們要這樣做的話 很多的這些 學校啊 這些 學店啊 應該這麼講 可能就會一個一個的關掉了 好 另外一個消息呢 我覺得也蠻重要的 就是這個Graten Institute Graten Institute 大家記不記得 他就是在那個我們這個之前4月底的時候的這個Migration Review Report 基本上澳洲的這個政策的移民政策的大改革裡面 很重要的部分都是聽取Graten Institute的這個他們的建議 不過這一次的建議呢 可能把現任的政府打臉打得蠻痛的 首先他這邊可以看到他這邊講什麼 他說Graduate in Limbo 什麼意思 就是說他現在太多的畢業生 國際留學生畢業以後 好像三分之二的人呢 是沒法 沒辦法移民成功的 要嘛他們的技能不夠好 找不到工作 然後就是在那邊鬼混 或是打其他的零工在那邊鬼混這樣子 那他們不希望有這些人 他們想要把這些人給 就是說 請走啦 那這政策要怎麼做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那當然這些東西你都可以在上網 Google的時候都可以找得到 那這邊有簡單的overview 不過這整個 整篇 這個report 有62頁 那當然我們今天不要go through 這麼多 太複雜了 我們先把他recommendation 念完給大家聽 大家有個idea 首先呢 他這邊的第一個recommendation 就說他把temporary graduate visa 改成psw post-study board 所以這個第一個recommendation 其實沒有太大用意 第二個呢 他要create university graduate stream 那就是說你大學畢業的就可以 大學畢業跟master by course 可以拿三年的 是三年嗎對不對 我記得這邊with 2 years 就兩年的工作簽 OK 然後呢 master by research 三年 然後PhD 四年 然後把前陣子才剛加進去那3600多的課程 讀完 不是後面還要再給你加兩年的嗎 他們這邊recommendation 說應該把這個給can 掉 OK What 那這就是我講的 打臉現在現任的政府啊 就是說之前已經剛弄好就馬上給他can 掉 那到底 當然這政府可以不聽這個recommendation 我不知道這會往下怎麼走 同時也要把那個去偏遠地去讀書 再工作再加一年兩年的 就是485的2000 也把它can 掉 OK 好那 那這樣不是沒有人要去偏遠地讀書嗎 所以我不曉得 這個recommendation 還是recommendation 它只是一個建議 那之前政府take Gratting Institute 的建議 這一次還會不會take 我們不知道 不過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同時有一個University Graduate Stream 也有一個那個Vocational Work Stream 就是讀廚師啊 木工啊 氣修這些的 那這一樣呢 在這些課程裡面 它也把原本的18個 你看原本現在政府把它從24個月降下來變18個月 現在這一個recommendation 我覺得這是對的 他把它拉回24個月 這樣才足夠時間嘛 不然你連申請職業金都不夠時間 對不對 那拉回24個月 這是OK的 OK 然後呢 他這邊講說 應該不是給那些直接讀什麼課程 就再給兩年的 就再延兩年的這個畢業工作簽 而是給那些能夠讓他在畢業後 找到一年7萬塊年薪的 這些畢業生 再增加兩年的畢業工作簽 然後第五呢 他要把畢業工作簽呢 年齡降到 從50歲降到35 我個人覺得這個不可能成啦 為什麼 那些讀博士 多少人40多歲還在讀博士 讀博士一讀就讀4年耶 原本的50歲我覺得是廢的啦 你如果降到35 那沒有人要去澳洲讀博士啦 是不是 所以這個不曉得 這個看他們之後怎麼樣再往前走 然後第六 這邊我們看一下 第六的話就說 把雅思的要求從平均6分拉到6.5 我覺得這是對的 然後呢他畢業後 第七畢業後直接拿到簽證 這也是OK的 第八呢 他們要Create一個什麼 Exceptional Talented Graduate Permanent Visa Stream 就是說 他們這邊還沒有講得特別清楚 可能薪資特別高 然後或者是 就畢業後的薪資特別高 然後成績非常優秀 多優秀 是不是有 是不是有Publication 或等等 這我們不曉得 可能會有點去累GTI那種感覺 然後第九 這邊是重複之前的政策 他們再講一次 就是說 7萬塊以上的 那他直接就可以雇主擔保 這個其實已經在做了 然後呢 讓Employer 不需要再有任何這個 Occupation的選擇 就是把這個職業清單的 中長期跟短期的 不要再分這麼多了 不過這一點 第十基本上也直接打臉第三 因為第三你說Graduate Award 你又還要有Medium Long Term 那到底 他的職業清單到底要Follow哪一個 不知道 這個Recommendation其實還有點模糊 十一呢 Replace Permanent Point 也就是說把這個 評分的這個 技術裡面的評分表整個改變了 這個我們也知道馬上要來了 這也是為什麼之前 州政府提名的部分 他會砍掉70% 十二到十六的部分 基本上都是呼籲政府 再做更多的輔助 輔助雇主 輔助學界 還有輔助這些移民和這些畢業生 最後呢 他也把這個留學生的這個 建議他們把這個工作的這個時數呢 拉高到每週三十個鐘頭 我覺得這裡沒有差太多 跟現在這裡沒有差太多 所以這是最近的這幾個 兩個比較重大的消息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也歡迎大家有任何問題 可以再留言給我 我們下一期見 拜拜 拜拜